美国启动堡垒台湾计划 传出要出售七款武器系统 包括海马斯火箭系统 是台湾现有雷霆2000升级版 射程达300公里 足足是国军现在6倍 中国福建厦门等港口都在射程内 共军还没出家门就会被击化 要是敌人成功登陆 美军更出售400枚飙枪飞弹 1700枚托式飞弹 要把台湾变成危险的刺猬 未来跟美国 日本 印度 共同来制衡中国 事实上这个部分 在军事上的加强是有必要的 美军也要出售 路上发射的鱼叉反舰飞弹 更智慧型水雷与帕拉丁自走号 加强台湾对台海的封锁能力 刺猬台湾重层封锁共军 海上有MQ-9海上无人机监控 基地有海马斯火箭系统先发制人 摊头也有标枪飞弹 拖式飞弹防御 军构消息一出 共机立刻来骚扰台湾 两架共军运巴反潜机 从台湾西南空域闯进防空识别区 还各自绕圈挑衅 就横在东沙与台湾中央 共军禁越骚扰模式几乎如出一彻 更让台美坚定合作武装台湾 捍卫台海安全 三立新闻无权兵黄大风 谢孟哲周宁台北报道